大家好,今天是2月20日 網上有位阿鍾先生問我 不如說一下高級雲台設定 其實我之前都不用Default 沒有什麼特別去改變 但是呢,講一下詳細 我就研究了一會 我就試一下 我就會一會拍一段影片 那裏面我拍這段影片 其實有什麼資料 或者一些設備呢 其實呢,很簡單 飛機呢,必定要開啟它 你看到啦 我會Capture螢幕 但螢幕的字都很小 但是呢,我就會釣上來 會放上來這一邊 就會放大一點 大家很清楚 還有我都很清楚 會說的一件事 但是最主要的一件事呢 就是介紹一下我的電池 這裡 那電池有什麼特別呢 那... 因為呢,你長時間關著這部機 那部機就要拉手的 那我就會加把風扇進去 因為有網上的師兄問過我 為什麼你不用大風扇呢 其實... 大風扇呢 嗯... 是可以的 但是呢 因為拍一些聲音要靚一點 因為有風扇很吵 那它的聲音呢 會錄到一些咪 那... 那... 那我就是用這把很小的風扇 它沒有什麼聲音 但是有一點點 但是我離開一點點 那它就不是很覺的 那我就打側一點點 還是吸一點點風 是的 是這樣的 我這樣做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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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師兄就問過我 為什麼不用大風扇呢 那我又... 趁這次我解釋一次啦 那... 那我會繼續去講這裏 那還有一點點是最重要的 那... 因為呢 如果你的高級雲台設定 那...一會兒會是非的 那... 那...如果是非呢 我一直講解呢 那些聲音呢 就入了咪的 但是呢,會用這支麥克風的聲音 麥克風的聲音會比較差,質素比較差 但是呢,可以有效地隔了一些風聲 我前面就已經弄了一些海綿 用來減少風和聲音 這支麥克風特別的用處和價錢 價錢是很便宜的,質素非常好 我有些BOOM麥克風很大支,都不需要用 為什麼要用到它呢? 因為一會兒我要試飛 讓大家知道那些畫面的角度 那些角度的問題 那些叫做 向上向下的角度 那個跳挺的角度 往時的角度 那我就會用麥克風直接給大家聽 好,今天呢,就要和大家試一試飛 那我先放前一點的鏡頭 先放前一點的鏡頭 先放前一點的鏡頭 OK 盡量 OK,先放下一點的鏡頭 先放下一點的鏡頭 雲台高級設定 現在起飛機 OK 先放下一點 雲台高級設定 我盡量放下一點 因為它的飄移 剛才它的下線定位 紅外線定位 就不太準確 我調一下燈 暗一點 先放下一點 先放下一點 太陽光 太陽光 可以嗎? OK 現在呢 我們進 嘩 飄了過來 等一下 我要看著 要教幾樣東西 不知道聲音 不知道聽不聽到 第一個呢 就是普通檔 即是它一來 就是一個N mode 這樣 第一個呢 就是雲台那個 那個速度 如果呢 我給它加到 Deford 如果不可以 就按下去Deford 先 重設 不要按這個重設 就按左手邊 對了 在左手邊 控制 上下 在左手邊 你不能在右邊 在右邊 控制到 那些 那些數值 在左手邊 對 至於左手邊 對 第一個呢 就是普通檔 普通檔 那個 按時速度 如果我給它0 那你轉向前面的滑膀 那些鏡頭 就會很慢 你會很慢的 鏡頭看到嗎 我出來了 你看看 鏡頭是不是很慢 向下 現在向下 對了 挑停 對 很慢 如果我調節快一點 調節快一點 調節到最大 100% 你看看 挑停是否很快 這些是沒有用的 這樣拍不到東西 可以不可以 這樣 一般 走進去 大概是 推進 左手邊 那個 那個 轉輪 對了 轉 這樣 你的手可以放慢一點 放慢一點 拍攝的時候放慢一點 千萬不要推到盡 推到盡 那你變得很快 推到盡 你看看 那拍攝就不好看 那你可以 用回原裝的設定 回到原裝設定 裡面 如果你弄錯 這些東西 按回設定 這樣就可以了 那 再 在右手邊 推到那些字上 那些字的位置 你推上來 就不要在 數值那裡推 一推 數值就亂了 如果亂了 也不要緊 那你呢 就在下面設定這一欄 再按一按它 你覺得有動了的地方 先按一按它 那一點 那這樣出了 blunt 那現在 呃 outhern 按時速度 普通筒第一個 會做 它讓你看 把什麽 把勃卵推到盡 對 不 那這個勃卵其實 你可以換成比較少 現在我們在拍攝 我是用來問 對 зал 給你快一點 突然 implants 要賺 んで 對 我們 不知飛機走去前方 這部飛機很安靜 現在比較安靜 渤輪向上行走 這個速度,你自己調,你喜歡多少 第十是甚麼呢? 這就是平穩度 因為鏡頭移動了出來 在挑頂,挑上挑落的時候 你一放手,渤輪會有些慣性的動作 就會衝過去,就會滑動很多 我現在調校 越大數值,越順 越切時間越長 我記得是0,渤輪向上 一放手,他就停 現在我的數量調到最大 30 可以看到外面嗎? 速度一樣,沒有變 一放手,他自己一陣子才停 這樣拍攝就好多 第一個問題 Sport Mode C Mode N Mode 都一樣的設定 其實就是一樣的,等於三樣的設定 明白嗎? 很簡單 我再講一個 我要控制著這部機 要固著螢光幕 怕它撞到牆壁 我地方採摘 不好意思 還有一個問題 頭那兩個 按視的速度,大家明白 鏡頭挑上挑下 就是你左手 下面的渤輪 下面的渤輪 就控制著這部機 現在向上向下 你可以比小比慢 對,比多比小 你自己定 對,推快推慢 你也可以 OK 第二就是這個 平滑度 因為 數值越大 鏡頭一放手 鏡頭就會向前衝 你看看 放手 我已經放手了 向下 差不多 我放手了 是嗎? 它自己 很滑度地停 不會到那邊突然間 我再給大家看 如果突然間是停的話 會變成零 你看看 我向上 我一放手 即停 去到那邊 即停 那些片段就不滑度 這樣就拍出來 不像電影一樣 在這裏 我再下去 再下去 還有一個 偏轉的速度 你說的是推肝 現在 偏轉的速度 就是左手肝 左手肝 左手肝 轉出來 這個速度 OK 這個 行不行 我一邊推 一邊轉 一邊推 一邊推 很快 看到嗎?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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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慢的 現在5度 很慢 這裏 拍片用的 如果有時很快 我撞到東西了 很快 很快 按錯了 不好意思 轉左轉右 是嗎? 快慢 越來越快 越來越慢 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 最快的 250度 最難度 最難度 這裏 可以 至於 平滑的程度 這一欄 偏向的 平滑度 這裡 剛才 你有沒有發現很快 按到很快 很快 你放手 會立刻停嗎? 如果 如果 數值越大 他轉偏轉的時間 現在放手 他習慣勝利的手就把他衝過去 轉左轉右,把他放到手 這樣會滑過去 滑過去 會滑過去,會連續升 這都不會滑下去,這就很簡單 在舞蹈上已經講過了 Sport Mode,一模一樣 平穩檔下只一模一樣 如果你不明白,可以重覆看一次 這段影片基本上是早上4時多開始拍攝 拍了一陣子,以及理解過 我可以再試一下 數值都弄亂了,不要緊 你平時飛開,按重置就可以了 有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一定要調整的 第一個,普通檔 其他Sport Mode和平穩檔都一樣 我再說一下,這個按鈕角度 按鈕角度,按鈕角度 按鈕角度,按鈕角度 按鈕角度,可以自己比快比慢的 或者,如果你覺得 按鈕角度,但問題是 如果看位置降落,可以在Function Key 按鈕角度 按鈕角度 看到這裡找一個 按鈕角度 差點 upstream 第一次設定了雲台指向中位和上下下 按一下左手的FN 按一下向下 看位降落是不是很快 按一下就跳上來 但問題是為什麼這兩位要這麼快呢 這兩位是最快速度 因為是看位置 看看有沒有撞到東西 看上去 在高級設定的雲台 雲台設定已經沒有關聯 雲台設定的雲台已經沒有關聯 剛才很容易理解 還有一個問題是 它的轉向這個角度 偏向的角度 快與慢 我覺得 因為 飛機向前飛的時候 你馬上轉 是太快的 是吧 那你沒有必要 如果你說我玩FPV的穿熱 穿熱的模式 你可以當它穿越機 當然不可以 但是問題是 你可以玩 向前衝突然很快 是吧 向前衝突然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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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靈敏 是不是很靈敏 是不是很快 很快 我不敢 因為家庭太窄了 是吧 放了一手之後 你看到 那個 它沒有電 差不多了 我給它 給它更大的 慣性 向前衝突然很順 它很順滅 它不會立刻停 如果我給它更小 這個數 衝突過來 一放過來 那你便好 是不是很快 因為它提升了 衝突過來 如果角度很窄 一定要立刻停 接著再飛 是吧 這樣向前飛 是吧 這樣便可以選擇一個位置 是吧 是吧 中生 這樣吧 選擇一個位置 衝突過來 不要被Smooth 如果你太Smooth 太大 我轉左轉右 它自己很難 很難的方向停不住 停不住 然後向前飛 它自己比較順滑 如果你說是拍片 可以使用 但問題是 要穿越一些東西 你便回答到0 OK 很敏感的 去到250 OK OK 很精準的 OK 馬虎機是否很精準 上下就沒有關係 看著 OK 飛過來 去很窄的地方 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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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 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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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